- 籃球没有终点,故事中有起点 Hello大家好,我是酷奇 本集是全新一季的勇士战报东京热身赛篇 有看过本场比赛的球迷应该知道 勇士跟巫师本场比赛根本不是在打篮球 而是在打造宜天剑跟屠龙刀 但因为是休息几个月后的第一场比赛 又是无关战绩的热身赛 以及昨天刚抵达东京还没有调整好的时差关系 所以不管打铁出几把神剑都还算情有可原 不过就算表现再差 勇士队还是有些值得观察的地方 本场比赛的汤姆森是休战的状态 因为勇士官方在赛前就有宣布 为了谨慎保护汤姆森 所以两场东京战都不会上场 而按照惯例 勇士在热身赛上半场都会用主要轮替球员 名单跟原本预测的差不多 也就是扣除两个新秀和伊古达拉汤姆森之外的10个球员 换句话说这10个球员再加上汤姆森共11个人 就会是本季勇士的主要战力 上半场最吸引我眼球的莫过于替补上场的敌分圈奏 在之前的影片就有稍微提过 敌分圈奏会很适合勇士 而他在本场比赛短短上场17分钟 就充分的验证了这个说法 他的防守虽然不到GP2那么有压制力 但外围防守交给他绝对不会有问题 不止防守观念不错 甚至还展现出优异的狠移爆发力 完全看不出有脚上的后遗阵 而敌分圈奏的进攻端则是充分展现了高球上带来的优势 可以说是无痛融入了勇士的传切体系 不只懂得绕眼目上的高位接球 就连Split Action都能得心应手 持球挡拆和传球视野自然也相当够水准 虽然自主持球进攻能力没有特别出色 但这在勇士队不会是个问题 因为烂花兄弟、Poor、Wiggins 都是能稳定终结的球员 所以不论他跟谁搭配都会相当适合 而原本只有三烂花能当作主要输出的传切体系 如今再加上迪本圈奏绝对会是百力无一害 甚至能拯救上赛季较为贫弱的恶症火力 除了迪本圈奏 没想到Wissman也能带给我惊喜 本场热身赛算是他从2021年4月受伤后 正式回到NBA的第一场比赛 可以看到Wissman一上场就要跟Poor打档拆 但他却忘记这里不是夏季联赛 中锋不再只负责打Piccan Roll 还必须要帮低脚球员掩护上高位接球进攻 虽然这一波这两个菜鸟打得很丑 但幸好Wissman有积极抢球 反而制造出单手暴扣的精彩画面 第一节结束前 Wissman甚至还跟Poor和敌人圈奏打起Splitization 正当我感动到快流泪的时候 他竟然善离职手上前去掩护Poor的跟防球员 反而让Galafrod能向前补防Poor的外线 但这就算了 后续能空切的机会也没有意识到 使得这一波战术彻底失败 但这也算是预料内的事情 毕竟传线体系对他来说过于陌生 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熟悉 但是防守端就不一样了 有看过Wissman过来展望片的球迷应该知道 他的防守有不小的进步 而且勇士还是跟去年一样 让中锋采取成退以护匡为优先的防守策略 这个策略反而有利于Wissman 能让他在禁区充分展现核位顶级的硬体条件 而他在本场也证明了 就算不是在下连 而是NBA 他的护匡能力也确实不一般 光是第一节就有两次的火锅 接下来比较有趣的是勇士第二节的阵容调度 前6分钟是两老搭配三菜的组合 在下几年赛只有得分机会 队友却始终看不见的Wissman 终于在Kurry和Green的广阔传球视野下被看见了 可以看到这一波进攻有点乱 但也因此让Wissman错位到挨他25公分的Morris 这个机会被Green看见自然不会放过 直接高调给Wissman轻松放进2分 下一波挡拆洛一眼马上被Kurry看见 直接高抛传球灌篮成功 第二节9分25秒 场边的Kurry应该有指示要打战术 可以看到Kurry先接过边线球 再传给高位的Wissman 紧接着Kurry绕过Kuminka的眼固空切到禁区 不得不说这波巫师守得不好 让Kurry第一时间就跑出得分空档 Wissman发现后立即传球 但是结果却传外造成失误 其实这球传地板球会比较恰当 而虽然说是失误 但确实也是不错的尝试 至少能证明Wissman是有在观察队友的 是能被放进战术里的 可以看到Green也对Wissman举个大拇指 当比赛到了老鸟们休息的下半场 勇士改打更多的挡拆是可以预期的 只不过比较意外的是 当Purr和迪明拳轴同时在场 勇士还是能打出不错的进攻表现 Purr是能持球也能无球得分的双能位 迪明拳轴的得分爆发力和三分球虽然不及Purr 但是他的球伤和经验明显比Purr更出色 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有传球能力 所以就算老鸟不在的第三节前6分钟 勇士还是顺利的拿下14分外加4助攻 其中Wissman有两次因为上高位防守KP 所以能跑在防守反节的最前头 也因为他的速度和切入终结脚步不差 连续两破都有拿到分数 而更重要的是跑防守反几快攻 是Looning办不到的 而且从第二节到第三节的得分 都能证明只要场上有出色的传球手 Wissman的得分会更简单 但即便Wissman全场拿下20分9篮板 却还是不能过度期待他 因为他在本场比赛还是有发生一些 不必要的防守犯规和瑕疵 哪有手战也发生过几次 更何况跟阻力轮体打的时间不多 虽然还看不见打的问题 等到强度更高更多变的力竞赛 才是真正的考验 但也幸好在这场比赛确实证明了 只要减滑Wissman攻防两端的任务 就确实能较出有效率的成绩 防守冠定和篮板卡位等基本功 也确实如未来展望篇说到的 是肉眼可见的进步幅度 至于其他年轻人就简单讲一下 穆迪的进攻问题不大 先不说投篮准度 至少跑位、掩护和穿球 都充分展现出为什么他的轮替顺位 会比苦敏感还靠前 而防守虽然有一球成功锁住必有 甚至展现出他手プレッド争取到跳球 但整体防守端并没有特别突出 有一球还无意的下手超球 形成犯规的2加1 相较之下 Kuminka的防守比较没有大问题 但进攻的问题却较为严重 作为传切体系的终结点 Kuminka还是不能够完全掌握时机 而且几乎不太尝试外线 常常想用身体对抗来硬拿分数 至于两个首度登场的新秀Rawrence和PPJ 因为没有跟主力搭到 所以还不知道能不能融入体系 但就下半场的观察来看 他们的优缺点 跟冠军人选修的那支影片讲得很类似 PPJ确实有着出色的投篮手感 这也帮助他在今天投进一颗三分球 以及一次翻身的中距离跳投 而且他的球上也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差 整体的走位都可以 而且甚至能在外围用DHO去找出队友 不过他的防守也如预期半不出色 虽然说勇士在这场比赛把他当作中锋占用 但过于薄弱的对抗线和不出色的痕疑 就算放到外围也应该会被打点 后续还可以再观察看看 至于Rawrence确实是个运球技术纯手的后卫 只不过他在本场比赛的进攻非常不理想 单打头不见是其次 但勇士对急于单打而不传球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更别说他是个有传球能力的球员 至于老将Jomico Green尚看不出好坏 但有两波守住巴春蕾的单打 应该还算堪用 毕竟他不曾效力过类似勇士体系的球队 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去熟悉 最后再加码一下 本场出现两波的底线发球战术 可以看到第一波底线发球 表面上是设置给Wiggins走发球线的双挡 到45度角投篮的战术 当Wiggins却顺均回绝双挡直接空切篮下 负责吸走Kisper和Beal的注意力 再让目的绕过Luni到外边可以全秀 机会是有出来的 却可惜没能投进 第二节最后这一波的底线发球也是同样的站位 而这一次Wiggins没有直接回绝掩护 而是绕过第一个掩护者 底边全走之后再空切禁区 如果有看过几个礼拜前的空挡制造机 应该就会知道这个动作叫做Tour 是一种增加绕掩护变化性的跑位技巧 现在再回到原本的回合 在上一波已经被骗过的Beal 直接拆到迪明圈走 会绕过Luni到外围接球投篮 于是以快速的防守干到传球成功 其实如果Po和迪明圈走够有默契的话 Po应该再慢一拍去传球 让迪明圈走能往回绕过Luni到高位 Po再直接高调给他 就是也是漂亮的外线机会 因为是热身赛所以讲的不多 有一种开学第一周老师上课都比较随便的感觉 只是看完这场比赛 我最大的疑问还是在于 他是谁 好啦本机的勇士战报就说到这边 篮球没有终点 故事中的今天我是GOOGIE 我们下次见